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值得去 那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很想看一下我们家的鸡现在怎么样了 看看这个小鸡窝现在还运转的如何 那么今天正好要清理鸡窝 带大家参观一下 我家养鸡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直角的花坛 上面是透明瓦 所以阳光可以从这里晒进来 但是下雨的时候呢 它又可以挡雨 这个小房子呢 是最早我们在网上买的 但是随着这个鸡的不断长大 我们就发现已经不能满足鸡的活动需求了 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扩建 制作了这个笼子 然后用小狗窝连接 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更大的笼子 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几只鸡 这只小灰灰 之前是在暴窝 最近它醒过来了 它的机关呢开始变红了 这两只鸡都在暴窝 所以它们的机关颜色都很浅 然后不怎么吃喝 然后这只是我们家的公神 每天都在下蛋的 看它的机关多亮 大家不要以为它是公鸡啊 它是只母鸡 公鸡的话机关会更大一些 然后尾巴会更长一些 我种的这个呢就是香蜂草 下面这个灰灰的颜色比较脏的 那个是薄荷 它现在不带状态 但是这个香蜂草长得很好 这两种呢都是鸡比较喜欢吃的香草 而且种在这里呢有驱虫的这个效果 再来摘一个给它们吃 它们非常喜欢吃这种 但你得拿着 你看 啄得多凶猛啊 连那只豹窝鸡都在抢着吃 看这个鸡会跟着 鸡其实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动物 你看有明显的等级意识 那只豹窝的鸡要来吃了 它们马上就被它啄了 好可怜 躲在旁边只能吃别人吃剩下的 最近这个气候特别适合香蜂草生长 你看它这个叶子长得 哇 真是又肥又厚 又嫩 味道很浓 这个我们人也可以吃 这个就是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味道香香的 有点柠檬味 这个下面长长的 这个不是野草 这个是我种的猫草 原来是给我们家的猫吃的 但是发现鸡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草 就是它们会抢绿色的东西 只要靠近鸡笼的 它们都会啄的吃 这两只下蛋鸡吃的特别猛 别的鸡都不敢跟它们抢 好 来多摘一点吧 多摘一点 它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到 每只鸡都可以吃到 不要抢啊 大家都有的事啊 那只就抢不过 它只能把它叼走 然后用这两片叶子来吸引 这两只吃 趁着所有的鸡都在外面抢东西吃 来看看鸡窝里有没有蛋 今天有一个蛋了 已经这么早 平时都是要下午才圣诞 哇还是热的 这种感觉真好 温温热热的感觉 中午可以吃一个炒鸡蛋之类的 捡完蛋 我们来清理鸡窝 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头痛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家那一年 只清理一次 刚开始我用的是发酵床 后来呢 我就发现了更懒的方法 就是deep litter system 用这种方法呢 鸡舌是不需要经常清理的 而是将新的电料 不断的去添加到已有的电料上面 然后在这个堆积过程中呢 鸡的排泄物啊 食物残渣啊等等 都会与电料混合在一起 进行自然发酵 从而分解鸡份 鸡有70%的分辨 是在睡觉的时候拉的 所以鸡窝里面分辨最多 窝里面呢 我用的还是发酵床 鸡份直接可以被细菌分解 所以没有臭味 我们把鸡份直接产到小推车里 虽然没有什么臭味啊 但是为了防止粉尘 还是要戴上口罩 鸡窝里面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开始产笼子里面的 我们的鸡窝笼就在窗子下面 之前呢也担心会不会有臭味飘进屋里 但养鸡的这几年发现呢 其实完全都不会臭 主要还是归功于deep litter system 只要是保证电料的厚度不少于20厘米 就能为微生物提供生长繁衍的这个环境 足够多的微生物呢 也可以迅速的去分解鸡份 那就不会有臭味了 这些绿色的是我们上周割的草 还没有分解完 另外还有木屑 可以看到是一层一层堆积出来的 产出来的电料里面还有很多的蚯蚓 它们基本都在堆肥的最下层活动 参与堆肥的分解 有的时候呢 鸡也会跑地自己找蚯蚓吃 在这个小小的鸡笼里面 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生物链 也是我们一年清理一次鸡窝的秘诀 最终清理得到的产物呢 就是堆肥 产出来的电料如果没有完全分解 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拉到菜园里 跟原土混合 我的菜地里有非常多的蚯蚓 这些蚯蚓很快就会把堆肥的半成品吃完 清理出所有的电料之后 我们会添加新的木屑 如果你有EM菌 木屑就可以少用一些 把EM菌跟木屑混合 喷上点红糖水 加快EM菌的繁殖速度 那买不到EM菌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大自然中的微生物呢也会自我繁殖 起到跟EM菌一样的效果 那前提是你需要很多的木屑 我这边EM菌呢非常贵 而木屑呢就相对便宜 所以我选择购买木屑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舍 我这个木屑呢是在Bundings买的 性价比很高 倒出来是一整块的 看上去不是很多 但是打散之后啊体积就会变大 我们就稍微的戳一下铺满整个笼子 到时候有小的实在没有打散也没有关系 因为机会自己刨 养鸡时菜园有了完整的循环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养鸡 没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考虑 养占地比较小的卢丁鸡或者是鞍蠢 虽然蛋小了一点 但是可以以数量取胜 有了菜园子和小动物 也可以让生活充实不少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见啦